国潮嘛 那好多人都说李玉刚其实是国潮的先驱了 因为其实在你在做国潮的时候 就是把传统和现代结合的时候 那时候还比较少有这种形式呢 其实它是一个阶段 就是它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就是国潮发展到现在 如果从音乐的这个角度来讲呢 它最早呢是古风 古风音乐发展到中国风 从中国风又发展到国风 从国风又到了现在的国潮 那古风呢最早的时候是 网络上的一些小伙伴们 然后他们自娱自乐 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古词词 然后就做了一些古风的音乐 就像现在up主似的 对是这样的 早期有一些非常代表作 什么锦李超啊 还有千丝系啊 这些都是早期古风的代表作 那中国风的音乐呢 就是方文山和周杰伦 这一对搭档做了那么多非常有名的 筷制人口的音乐作品 千丽之外 菊花台 对 还有什么 清华子 对 等等 那国风呢是一直我走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道路 我早期的新贵妃最久 清明上河图等等这些音乐的作品 但现在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像万江呢是迎来了一个国潮的时代 我们用着一颗年轻的心表达着用音乐啊 戏曲啊 电影啊等等方式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 那我今年就推出了万江这首音乐作品 嗯 所以是不同的阶段啊 其实现在的万江我们会感觉它很破圈 嗯 就是很多领域的朋友都非常的喜欢这首歌 对 是这样 因为这首歌其实呢 它的歌词和作曲非常非常的中国 但是它表达的情愫 就会让所有人能够感受到这首歌传递的温暖和共鸣 嗯 你想这首歌其实本身呢 就是表达了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家国情怀 嗯 但没有想到说的 当用音乐去构加这一点的时候 会让所有的大人小孩男女老少 都能够感受到这歌词里面 所孕育的这种主题和思想 对 比如说我刚刚还看吕刚发那个朋友圈的时候 发到张桂梅老师在云南 带给他的学生们一起唱万江 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那个画面和声音 对 因为我也是这几天才知道说 哎呀张桂梅老师特别喜欢万江这首歌 嗯 这首歌能够代表着他的心情 我知道这么多年 这位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乡村老师也好 一个在地方基层的这样一个教育事业上的一个教育工作者 嗯 他为这个国家付出态度 但是所有的付出啊都有了他自己不能叫回报 所有的付出所有人现在都看到了 嗯 他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 张桂梅老师也是我心中的偶像 所以今天我在网络上看到他唱万江 所以呢我也特别的激动 忍不住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是其实想想这首歌没准备也给张老师带来过内心的力量 是 张老师唱这首歌的时候也会把这样的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嗯 其实说到万江我们还注意到你会和一些很年轻的歌手一起来唱这首歌 近期呢 呃特别年轻的小朋友喜欢的几个音乐人他们也都翻唱了万江 对 或者说用不同的方式演绎了万江 嗯 丁程鑫呢是在长城上 对 用自己的肢体 身体语言舞蹈来演绎他心中的万江 对 那我跟张新成 对 在舞台上我们俩又跨界合作了 是的 的确现在很多很多的这些年轻的艺人他们都非常喜欢这首歌 嗯 用不同的方式去演绎它 就知道说 现在所有的音乐工作者演员 他们突然在本职工作之外 他们比原来又多了一个维度 就是内心当中装着一种暖暖的爱 嗯 也可能最早的时候大家只顾着工作 啊 然后呢有自己的粉丝 呃专注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本身的工作 但是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力量就是 嗯 除了本身之外 我们可能还要向这个社会弘扬正能量 嗯 用不同的方式 恰巧呢 万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 然后让张鑫诚啊丁诚心啊